这个视频主要讲一下关于PXA PartName这部分的需求 这部分需求呢实际上是一直在更新状态 然后今天上午跟一天沟通了之后呢 得到一个大概出入的框架 稍微有一些复杂 所以录制一个视频记录一下 首先讲一下这个PXA中PartName的作用 这个PXA实际上是基于Trimel的一种标记的语言 然后呢这个里面按照PXA的语法呢 实际上有很多种标签 然后其中有一个标签水平叫做PartName OK看到在当前PXA下呢有这样两个PartName 比如是Image 并是Label PartName的含义 也就是说PXA人员设计这个属性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用这个标签去对应 仪表屏幕上的一个固定的显示区域吧 所以它叫PartName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仪表可能是由双屏构成的 也就是说为了显示一个区域 它有可能是实现3D效果 所以它用两块屏去共同实现这个效果 那么这两块屏上面当然会有不同的Object 也就是不同的这种标签 但是因为他们又共同合作去显示一个区域 所以呢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PartName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标识出这个具体的位置 就是仪表上具体的这个区域位置 OK 这就是它的实际上的一个作用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框架中的设计 这个也是法国人一天设计的这个方案 就是为了对应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它的目的 PartName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它这个我们设计的Prefab的框架 就要如何对应 实际上主要是它设计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setPartState Underscore 然后接上PartName 另一个是forwardCallToPartName 这个它有一个这样的需求 需求是这样的 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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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一个好处 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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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要接下来讲第三点啊 第三点一个目的 我就一起在这里讲 这个在我们prefib的上层框架 有一个模块叫decoration 这个相当于有应该是渲染 渲染部分 就是它直接会调用我们prefib生存的文件 这个模块呢 实际上是只用parname来作为访问我们prefib的唯一接口 也就是说它不去访问其他的这些生成的这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对应px也生成很多方法 但是呢它不掉这个方法 只掉我们的parname 这样呢就要求 因为所有的prefib是在我们 可以打开一个它的实际的px的例子 就比如说usecase10吧 比如说usecase10里面它的入口都是一个index timeout 然后这里面有所有的这个我们叫做主px文件吧 注意每一个主px文件它下面又有欠套的一些子px文件 就共同实现一个panel 比如说这个5100下面可能有5101 5103这样子 对 然后呢 因为前面说了 decoration 会对应每一个这个panel它都有一个decoration 它只掉用这个prefib的parname接口 这是意味着我们要在这个prefib里面生成它下面所有的 包括它孩子的parname的接口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上层的decoration才可以说通过通过访问它的这个接口 去实现说调用它所有层级px的一个parname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5100这个是一个主px文件 那么它下面有一个子的px 也就是这个href下面这个5101 所以呢 如果这个5101下面也有parname呢 那我们要也生成一个对应的接口 在5100这个prefib里面 OK 原则是这个原则 那么具体怎么实现呢 具体怎么生成呢 就要对应一个etn刚才的一个邮件 找一下 OK 这里 首先它是 首先应该 我觉得是先讲这个forward call to part name 这个里面包含了地轨 就是找所有的这个panel下面所有prefib 然后它分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for each part name in the current prefib 嗯 嗯 就是说 一种情况就是 当前就是说 首先要生成这个 当前prefib的parname接口 那么我们就直接这样接当前 当前的这个parname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image 比如说这个image 那我们实际上就是 就是接的就是这个 它的parname 对吧 就是forward call to 然后下号线 然后parname 然后这里面注意啊 这是id id 也就是说啊 这个里面 有id的话 那就接id 没有id 那就接anonymous 然后接它的这个行数 ly58 right OK 嗯 这是单一的 单一的parname 就是对应每个parname 就对应 每个parname 对应一个这样的函数 如果是多个parname 共用一个 呃 就是说多个object 它们有同一个parname 那这里面呢 实际上 呃 应该也是 只对应这个 一个 一个这个函数 嗯 接下来我也看 接下来就是看它 这个 子px 的一种 嗯 nested prefab 就是如果也是有这个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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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parname 的话呢 那我们我们也对应 生成一个这样的 就是一模一样 但注意 呃 这里这里是 呃 函数名是一样 但是这里面 就会是 首先 因为你要访问它 嗯 孩子的这个 这个 这个parname 所以你 你就得先 找到它这个孩子 prefab 的指针 然后再去 啊 get才能get到 他孩子的 parname 对吧 OK就是这样 然后 呃 同理呢 可能我们这个 嵌套不止一层啊 可能有好几层的 prefab 那么也是 就 有几个那这里面 就对应几个 嵌套的指针 嗯 嗯 然后这种 这种就是说 呃 最后他说了一下 如果是 多个object 对应同一个parname 那怎么办呢 那就 他会把 所有的 呃 parname 都放在这一个函数里面 放在一个函数里面 然后呢 也是对应的 哎 他就相当于 把这几个合起来 对吧 合到这一个函数里面 这个 这个 是第一个 forward call to forward call to呢 它 意义在于 就是说 我们的decoration 来 呃 调用我们parname 的时候呢 只要调用这一个 啊 forward call to 他就会 把它所有层级 对应这个 这个区域的 也就是同一parname 的所有的这个方法 都调一遍 比如说 他有一个set visible 对吧 那他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他用这种什么 4++的这种 这种方法 从车 什么重载啊 或者这个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他后面可以 嗯 就 通过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set visible 把所有他下面相关的 prefab的 对应的那个 parname的元素 都set visible ok 啊 这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方法的 意义所在 同理呢 这个set part state 呃 他的意义 其实跟前面这个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也是每个decoration 只要调用 这一个 set state 就可以把 所有相关的 这个parname的state 都设置好 这里没有进入情况 也是第一种 就是当前 px的parname 那么 呃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限制 呃 对 这里有个限制 就是说 什么情况下 才生成这个 这个 这个set part state 它是有 三 三个月数 第一个月数 就是说 它这个parname parname的object 必须是root object 什么意思 比如说 要生成它那个 set state 这种 这种group的 如果它还有parname 那我们 其实是 不生成这个 set state 只有 它是root 也就是说 这个panel是root 对吧 它里面还有 partname的时候 那么 我们才 还要生成这个set state 这是条件一 条件二 必须这里面有parname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 就是说 这个单线标签里一定得有一个属性叫parname 还有一个parname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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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呢 是当前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root元素包含这个下面一定得有state 一定得它去check有这种标签 有人用state 这样的时候它才去生成这个set state 条件三 就必须包含contain root object contain state 这也是个标签 对吧 state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我有这个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 才生成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然后下面这个case1呢就是说的就是它如何生成当前当前prefib下面的这个这个函数 ok 这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set state 这个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set state是在我们prefib生成代码里面就直接有定义的 然后这个呢是说它的 子的px state中 嗯 它跟前面讲的那个forward call2是类似的 它也需要用这个prefib的指针去定位到它具体 prefib的set state ok ok 最后它也讲了 如果是就是 同一part name 但是多个object 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它们 哎 给它揉到一起 也就是说一个这个setpart name 但是我们 哎 也要有几个这个 这个set state都合在一起 ok 大概这个part name的这个需求就是这样子 然后下一步就是实现了 ok 到这里